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长辈面前说话 不能大叫大嚷 可是也不能声音低地让他们听不见 从前有个小孩子非常调皮 到哪儿都喜欢大呼小叫的 有一次在河边玩 看见一位老奶奶在河边洗衣服 就想吓唬他一下 他跑到老奶奶旁边 对他的耳朵猛然大叫一声 老奶奶年纪大了 被吓得不轻 扑通一声掉进了河里 等救上来都已经奄奄一息了 小孩后悔得要命 可已经于世无补了 小孩后悔得要命 小孩后悔得要命